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星期日拯救計劃,我是二日 前幾天我就突然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呃...成如大家所見啊,我的明信片收納冊呢 是一個暴斃的狀態,對 就是它完全性的死了 那時候我就想說,那我剛好來買一下新的收納冊 順便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明信片收藏 還有到底是怎麼收納,還有分類這些東西的一些小想法 那我們就趕緊的來開始吧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收納好了 呃...可是這個收納,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總而言之呢,就是像大家看到的 我呢,總共有一二三這三本的明信片收納冊 通常來說呢,比較大張的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大家會不按牌裡出牌 會給你出各種奇奇怪狀形狀態,oversize 什麼的 我就會放在這一本大的相冊本裡面 那這兩本呢,都是收納而正常尺寸的 就是正常人出的這種明信片 原本我只能跟大家說,他們兩個都是在大創買的 然後他們有一樣共同的優勢 就是用一用呢,他們就會給你這樣子掉下來 掉進你掌心的感覺 對那,但我一來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弄一個膠的黏在這邊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其實 它本來是用來給大家收納一些相片之類的 就是很輕薄的東西 可是我呢,因為本身明信片有厚啊,有薄什麼的 所以就導致可能我給它餵得太滿了 就像這個一樣 所以呢,這件事情呢 是不太知道是誰對誰錯 總而言之呢,當你買了一本這種的車子 然後用到一半,它就掉下來之後 你當然就是不會再買第二本 沒有沒有,我買了第二本 你當然就是不會再買第三本對不對 於是呢,我就完全不重蹈覆冊的 很下心的買了這個無印的新的這個收納冊 那它打開裡面是走一個兩人房的概念 那我也有非常仔細的研究了一下這個後背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靠譜的狀態 好,再來給大家看看收藏囉 這一本主要都是我主動下來造成的一些結果們 那另外一本收納冊呢,走的大部分都是可能我去展覽啊 市集啊,比較紀念品性質的明信片 那這一本呢,就可以說是心頭好啦 所以大家看到的這邊 首先呢,就是各個星球的 這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然後再來,哦,這邊進入了日本的一個插畫家 它是有跟倉婦藝這樣合作的一個 我真的非常喜歡的一個插畫家 啊,所以我那時候一次在拼扣衣上面就跟他買了這些系列 啊,再來這,這個是表現色的大招吧 它是稀俗,我一直都是稀俗的小粉絲啊 所以呢,我就就買了這些,這是去京都的時候買的 哦,再來這裡進入了台灣的插畫家 啊,我超喜歡這個插畫工作室的 他們出了這一系列的恐龍的這個 有點像版畫的感覺的這個明信片 我全部都給收了 而且一直很期待他們再出續集啊 啊,我這樣講會不會講到明年啊 呵呵,如果一張一張講的話 一張我還蠻想講的,我講一下好了 嗯,所以呢,這個也是一個香港的插畫家 但他好像住在台灣 不是在台灣的市集,遇到他們的 他就是,我覺得,像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雖然他已經是一個阿伯的上班族了 可是大家可以看他的公事包下面 有點像是還藏著一個非常孩子的心吧 所以我就覺得,欸,這個蠻有意思的 OK,接下來,Oh Everyone,我們記錄了黃色的世界小黃啊 但我這次在整理的時候發現 欸,我的小黃明信片 比我想像中的少好多喔 覺得我簡直就是獅子耶 完全不是青嗎? 喔,再來這裡,阿姨威歐的世界了 那接下來,Oh Everyone,我們接下來進入了汪洋的上海中 有感受到海浪滔滔嗎? 台灣的插畫家是一個感覺非常喜歡海 非常喜歡這些生物 然後,有在潛水的一組插畫家 然後,我那時候遇到他們真的蠻開心的 我覺得他這組圖鑑系列都做得很好看 那這個是在郵筆買的是日本的鯨魚 這是在韓國買的是韓國的鯨魚 那這裡就是台灣拓印的鯨魚了 這是一世夫妻的 喔,這是我在日本LOFT買的 喔,然後再來,嗨小北 嗨小北 再來一樣是嗨小北 那這裡呢,就進入了一個我蠻喜歡的日本的插畫家 他叫日夏明 是手指色的插畫家 但看這個畫風,以為是女生對不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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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他真的是一個大叔 長得就像他畫的這個樣子 真的,就是一個很型 是型男的那個型喔,不是很型 對,就是一個很型的大叔 對,然後,呃,本身有演奏啊什麼的 我覺得他的畫風 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 有種插插眉圖滿的這種畫風 是蠻喜歡的 喔,這裡進入了兒童島 然後洛梨 啊,這個我也很喜歡 珊珊來馳的粉紅蛙 我很常用他們的貼圖 所以在四集遇到的時候呢 就給收了這些明星片 喔,再來這裡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他都弄,呃,在雜誌上還是什麼的剪下來 然後把它拼成像這樣子 非常古怪很奇妙的這種明星片 那我就覺得,欸,很有趣 然後你看這個香菇 然後其實這個杯碟 把它弄起來什麼的 呃,事已至此大家還醒著嗎 嘿嘿嘿嘿嘿 我不知道給大家看這個大家會不會覺得無聊 但我現在本身是覺得蠻開心的 啊,再來 大家,大家 到了重頭戲了 這兩張明星片 就是如果 我如果要求婚的話 我就會使用這兩張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子 好好的給大家看一下 嘿嘿 這一張,我覺得我要當傳家寶 傳給孫子耶 因為大家看 這個乍看起來 覺得很沒有什麼對不對 就覺得 喔,你 nothing啊 在求婚的時候 當空氣突然安靜 然後你就這樣子 帥一下 給用出一個這個 我真的覺得會求婚成功耶 大家看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這個 帥 要有一個力度喔,大家知道嗎 就是你這樣子慢慢弄 就不浪漫了 大家知道 所以這個手指的這個速度 看這個封套上面寫 北斗七星No.1 總共有88 我想是不是有88張啊 可是我只收到這一張耶 但大家看 就是 它看起來也是一個 呃,凡夫俗子對不對 大家如果想像一下 在一片黑暗之中你跪著 然後呢,手拿手電筒 咔 然後把這個打開 然後瞬間呢 一個北斗七星就出現的話 你說是不是會有點感動呢 啊,但是大家 這個 求婚可不能走這個喔 大家知道那個鑽石啊 什麼那個冰冰的東西 就是還是需要有的 好的,求完婚之後 讓我們繼續前進啦 接下來好像可能會進入 大概是富士山的世界喔 大家瞧 果然 啊,接下來這邊 都是那個 我跡上的概念了 所有的爺爺們都在這裡了 爺爺們我有這幾張 啊,這張我真的覺得蠻喜歡的耶 應該是手指射的一個插畫家的 大家看這張 會有一種 它有點像小丸子的家 可是不是 但是就有一種 呃,透出希望的感覺 好的,再來這是NEO 嗯,國王的撲克牌 然後再來這個黃色胡子大樹 之前好好介紹過了 喔,再來這裡進入一個冒險的世界了 這是一樣是台灣的一個插畫家 喔,然後再來 我們現在開始準備 呃,登著行李要開始旅行了 大家瞧我們上了一個火車 然後不知道去到哪裡可以看到這個小北 最後這裡呢 有一些比較奇形怪狀的這些小卡 我跟大家說這張後道 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後道就是我拿這個打你的額頭 你大概可能有15分鐘都不想跟我講話 但是本人裡面的圖 大家看這個外星人 然後宇宙什麼 然後他感覺就像是愛因斯坦幹嘛的 就覺得這個圖真的超不錯的 好啦,再來另外一本就是走 我跟大家說的展覽啊 然後去逛哪邊啊的一些比較紀念品性質的感覺 像這個是皮克斯之前30週年的 然後這個一樣是 你看這個米奇90週年 然後還有 之前龍貓的原畫展買的一些明信片 大家你們還在嗎 然後 這是 呃 史努比 14 欸我發對吧 史努比的一個展 伊士尼海洋15週年 我買了一個這麼娘的這些 這是狐狸大叔的書送的 然後還有應該是漫威的展吧 然後這是去年的文博會 呃全世界我最喜歡你 哼 啊這裡還有我今天去看許志弘的展 我非常喜歡他 畫的這種感覺 既是恐龍又不太像恐龍 又可能是恐龍的這種系列 所以這裡都走一個 呃尼斯湖水怪的概念 還有這個一樣是水怪 嗯不對這是龍 再來這個好像就是 呃一個青菜一個坑的概念 然後 啊這裡是暖男系列 你們看熊超人 還有一個這個為你遮風當雨的 唉 啊 啊這個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這個系列 大家知道我 我家不是有一隻狗 他叫尼歐嗎 然後尼歐是我們領養來的 他一樣是一個米克斯 那我之前呢 就是有在秦媒裡 有遇到一個米克斯的展 他就是一個插畫家 畫了收容所吧 所有的米克斯 他都把它畫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去領養那個畫 就領養畫本人 然後就是或是可以呃 比如說每個月捐大概多少錢 這樣子就是有點像是養一個畫 但就是其實他就是幫你照顧這個狗 應該是有點類似這個概念 好了那麼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阿伊威歐出的相本 那他是那種比較高級的概念 就是因為他 呃就像大家看到有沒有 他是走一個這樣 有點吵的這個打開 然後裡面可以捏東西 感覺呢裡面應該要放我 呃代代子孫的照片啊 還是什麼的 比較符合他的CP值 不然你買這一本 感覺可以再買 好多張明信片 首先第一頁 嗨牛 有沒有就是 呃因為這個張卡片 太像我家裡牛了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這張卡片 然後還把它固定在第一頁 對然後這邊真的就是 大家看到的這個尺寸 真的都是非常長的 然後非常 呃像這樣你看 跟我手掌一樣 這麼大的一個 就是我真的放不進去任何一個 你看這麼大給你弄一個 一幅畫的這樣子 原本他可能八十塊好了 現在這樣子拿起來 包圓百里一瞧 覺得他可能有三百六十元的感覺 大家有覺得嗎 呵呵 像這個霍格華茲的感覺 這明信片我蠻喜歡的 大概放前面這些之後 就真的沒剩幾頁可以收納了 就是 呃本身收納的空間不是那麼大 但 呃自從我買了這個之後 大概過了幾千年了吧 我的大卡片 也還沒有把這本弄滿耶 所以 或許也是一個方法 或許 它也沒有這麼壞 也說不定喔 好啦 那我的收藏就在剛剛以上 被大家看光光了 那這裡呢 有一些新鮮貨 等著要入住 那我們就 或許最後的最後 就來一起把它排排站吧 啊這個日本的茶花家 大家 呃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手帳的話 我有貼它的便條紙 我真的還蠻喜歡它 這種蠻 嗯有點昭和感的配色的 然後 喔看來我選的size 有沒有 有種剛剛好的感覺 再來這個日本的茶花家 它就最擅長 就是畫一點點東西 然後上面弄一個實景的照片 給你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茄子吧 這是我要給茄子先生的 所以這個 喔再來這三張 就全部都是台灣的茶花家了 我也超喜歡它的 大家可以看到都畫這種 猛獸系列的 可是又猛又猛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get到 嘿 我覺得這個無印良品的本子 使用到現在 大概五分鐘 我覺得還蠻 喔喔 喔喔 大家看 唉 差一點 嘿嘿嘿 你就是 大家覺得我要破壞這個嗎 我要這樣破壞別人的感情嗎 我剛剛才正要說 使用這個五分鐘 我覺得蠻不錯的 嘿嘿 大家不覺得這樣兩人房 比我剛剛那個一人房 看起來賞心悅目嗎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好的 再來帶上架的這些新鮮貨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台灣的一個插畫工作室 叫做鹿皮 它就在中山站 然後那次我是第一次去到他們的工作室 非常可愛 因為它就在 一個小 算是老的房子的二樓吧 這一張你們說說看 我不買 誰能買 它上面寫 所以蚯蚓決定今天 露露的躺在圖裡 然後又是這種很震色的感覺 我最喜歡這樣子 然後 我每一天也想這樣露露的 而且大家 這張比我剛剛 之前給你們看的那張 更厚了一點 這個是 你大概會三十分鐘 不想跟我講話 大家看它叫 人瑞卡片 祝你生命線越來越長 越來越健康 所以它就弄一個這麼長長出來 那時候我結帳的時候 小姐好像還有跟我說 就是可以自己在這上面 畫一些線給別人 所以這 可能一個是愛情 一個是 還能有什麼線啊 生命愛情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線 但總而言之 啊啊啊啊 財寶 金銀財寶 那個金銀財寶那條線 對 所以就是覺得還挺可愛 再還有這個 吃飽睡好 眼就會跟月光仙子一樣遠 裡面的明信片長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看 它就是一個宇宙的一個這個 眼什麼的散在後面 然後這裡有一個 就是月光仙子的一個 呃大亮點 嗯 好垮 那最後要上架的商品 真的是最大的重頭戲了 絕對是最不得了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 呃從這個後面來弄一下 登登 這個是一個台灣的插畫家 他叫做Ace 然後他們的 呃 旗下呢 出了一個這一系列 觀察日記的明信片啊 對 那我本身呢 真的很喜歡這個插畫家 所以呢 必須呢 要好好的在這裡 把這些東西給收藏起來 如果你有印到這張明信片的話 那你真的很不一般喔 因為大概是 呃去年的 新年的那個 是2018年 新年的那時候 Ace他有 呃 弄了一個這個卡片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iPhone上面列印 所以如果你有跟到這一波 我真的只能說 你 就是有跟到呢齁 呵呵呵 好的 這樣子 欸這樣子 縱攔起來 要是以後屬於就是這個 星期日拯救計畫的這個東西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話 感覺對我這個收藏家來說 真的是滿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明信片導覽 啊沒有沒有 我不行 那今天這個以上的明信片的分享呢 大家覺得還行嗎 還OK嗎 不知道有沒有哪幾款 碰巧跟你可能有一樣的同款呢 我在想或許 有沒有可能我們的足跡可能有一點靠近 買了相同東西 可是我們卻不知道之類的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 一定要在底下留言喔 如果你有看到相同款 或是你有曾經看過 有點想買 然後想說 哎呀 二人連這個都買了之類的話 也非常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一起讓我們在這條 收集東西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越走越長好了 雖然你可能 喜歡收集的東西 跟我不一樣 那IG的部分 一樣是非常歡迎大家 去追蹤一下 我這個日跟網囉 好 就以上 大家拜拜